如果可以让我重新淋湿这个世界 我最想看见的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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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环境和人点的比例均衡 人点就会显得更小了 围绕25毫米T.9我在根据场景的干净程度 宽广程度和距离搭配其他焦段 比如在大草地我就搭配了一个50毫米和85毫米拍摄中远距离 得到背景压缩感更强 而且更干净的画面 而到了海上地铁和海上西洋我就选择35毫米T.9和14毫米T2.4 原因很简单 35毫米约等于生活视角 生活切片拍摄更能打动人 横纵向空间也会比25毫米收得更紧一些 既能够避开人群也能够拉近人和窗外 大海以及夕阳的距离 那35毫米呢也会更利于手持移动拍摄 而14毫米T2.4可以在极短距离内拍出足够宽广的视野 而作为一个灯泡超广角呢 从这个海边逆光的画面 就能够感受到它炫光和畸变控制的十分优秀 光孔全开 锐度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那次的雅典娜镜头组在色彩 锐度 胶内外等画面成像的设计思路呢 是不做过多的风格化偏向 让质感可以忠于现实世界 也可以胶片风格化 把色彩的选择权交给我们创作者 雅典娜这次还使用微反差设计 让画面在明暗交接的地方过度更为自然 润 而我实际使用的体验就是 感觉上还帮我偷了不少亮部和暗部的信息 大家就看这个大中午太阳直射 没有人为补光的画面 细节多的假的 有点像动漫了 多放几个画面让大家感受感受 那我手上的雅典娜镜头组 一共有五只易卡口 除了继承常规电影镜头的柔和胶外 零呼吸效应 极小色散 还达到高度色调统一 统一的300度对焦形成 77毫米的滤镜尺寸 长度 光圈环 对焦环的位置 哪怕是重量一模一样 一卡口都是890克左右 那上稳定器和跟焦器就不用调整了 对了 说到对焦环和光圈环 有一个设计的细节 就是阻尼的丝滑程度不同 对焦环相比光圈环更为丝滑 对于像我这种手挫对焦的人来说 是比较友好了 那作为滤镜厂家 耐斯真的是把我的滤镜系统给包办了 除了14毫米之外 其他四只镜头都是77毫米的滤镜前口 可以一套滤镜通用 后插式滤镜是全新的 专属于索尼一卡口的设计 也是雅典娜镜头组里面 我比较喜欢的设计了 用过黑柔小伙伴都知道 前置的黑柔在拍摄强光源 对着镜头画面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产生炫光影响画面的 而后置的黑柔就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这次使用的是 前置耐斯的1-5档的可变ND 加后置1%黑柔的组合 目前我收到插片有6片固定ND 还有一片1%黑柔 听耐斯的老哥讲 以后会设计可变ND 甚至可变ND加黑柔二合一的后置插片 那我整个给期待住了啊 电影感视频人像倾向于 向观众传递一种纯粹的情绪 那这种情绪最开始来自于场景 音乐和旁白这些元素 所以我在策划的时候呢 就先利用这些元素 来确定整个影片的情绪基调 样片里我想表达的情绪就一句话 人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 所以这次的场景 我特地选择了一个学生时机 和工作中容易被忽略 却充斥着让人容易产生 无限回忆的触发点的地方 分别是夏日暑假的大草坪和海上地铁 以及日落 除了场景元素 另外两个我觉得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 就是音乐和旁白了 那这次的音乐是 电视剧黄真一的OST 花日 原曲的乐器呢是钢琴 总体来说会比较安静 不过为了提高夏日感和灵动感 以及能够更好搭配 树叉光影 蝉明 海边日落等等这些元素呢 我选择了长笛版本 那长笛的音色相比钢琴更加柔美 更有缓慢叙述的感觉 在高潮的节奏感也会比较的强 搭配上陈其珍的口白 这种最直接的方式 把我们硬生生的拽进影片的情绪里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两部教你提高视频人像电影感的 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拍摄小姐姐有所帮助 那我是张恒 咱们下期再见